生产的这样的一些家具 那么这个它主要是在家境万历的年间 这个时候开始兴起 那么它的产地有很多 北京 广州这些地方都在做 那么做的最好的呢 还是苏州地区 那么以苏州为代表 它所选用的材料 主要是像花梨 像紫檀 像西斥 这样的一些有名的硬木 另外呢 还有像举木 楠木 这样的一些木材 那么在制作这些家具的过程中间呢 涂料经常是不覆盖纹理的 也就是要展现那个木材 尤其是这些硬木 花梨子坛 它们本身的这种 木材本身的那种纹饰 总体来讲 名式家具呢 它是选料比较的精良 另外品类比较繁多 做工呢 特别的考究 那么在装饰上呢 讲究的是简洁古雅 造型上呢 是非常的洗练 尺度比较的合宜 那么总体的风格呢 是一种典雅的风格 我们说为什么当时的名式家具 在苏州地区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呢 这个和苏州当时那种造园的风气 是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当时到了明代中满期的时候 苏州地区特别的富庶 那么不少的那种文人呀 是包括一些官宦呢 他们都喜欢在苏州呢 制造自己的就是 设立自己的私家园林 那么在私家园林里头 他们不断是设计了园林本身 那么还设计了一些就是 与园林的那种环境相配合的 这些家具 这也使得这个 以苏州地区为代表的那种名式家具呢 引賴了他制作的一个高峰 那么这个呢 就是名式家具一个收藏大家 王世襄先生 他以前的那种居室里头摆设的一套 明代的一些家具 那么这个呢 名式家具我们前面说过了 他大量的使用了印木材料 其实比较高贵的 比如像紫檀 这样的花梨木 这样的一些印木材料 在造型上呢 名式家具是比较的洗练的 而且我们刚才说到了 它的设计是特别的科学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椅子的椅背 是一个S型的那个造型 那么这个S型呢 是正好与人的脊柱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S型的相吻合 那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 就是它符合人体工程学 那么虽然名代没有这个词汇 但是我们看在当时的造物里头 当时工匠已经有了 这样的一种理念 就是使得就是这种 家具呢 一定要适合于用 人们做起来了 一定要舒服 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椅背上 出现的这样的一种 S型的这样的曲线 另外从那个 民事家具制作工艺上来讲 不管是多大件 多复杂的家具 基本上是不见钉子的 主要的连接呢 主要是用各种损某结构 不同的 部位会使用不同的损某结构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中国家具的一大独特之处 然后民事家具的造型 非常的多变 刚才我们看到了椅子 就有好多种 有胶椅 那么有躺椅 还有前面看到的官帽椅 扶手椅等等 造型非常多样化 那么这还有绣墩 总体来讲 民事家具呢 装饰非常简洁 我们在明代的家具上边 很少看到那种 繁荣的那种雕花啊 镶嵌这样的装饰 整体来讲呢 还是要突出材质 尤其是木材 本身纹理的那种美 那么我们看这些民事家具 造型非常的就是 简单 那么尤其像这样的 简单的几条曲线 是非常具有现代感的一种设计 那么我们单把这件家具拿出来 说它是现代人的设计 可能大家都会信 对吧 因为造型非常的洗练 民事家具呢 它经常在一些 就是小的部分 加一些装饰 那么尤其是 那么这些装饰 通常是用雕刻的方法 做出来的 有些比如说像 浮雕 漏雕 那么这是它常用的一些手法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了 它强调那种文饰 木材本身的纹理的美 那么像这件罗汉床呢 基本上就是很少有装饰 主要是靠木材本身的纹理 那么偶尔呢 那么偶尔呢 也会有一些装饰相对繁复一些 那么这件就是用了大量的螺垫 那么更多的呢 是采用这样的那种浮雕的方法 或者是镂空 这个是一个架子床 这是一些那个格柜类的家具 我们说呢 明晒家具的装饰上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大量的使用了 一种铜的辅助构件 那么这种铜构件呢 本身它的那种造型 会跟明晒家具有一个变化 另外这种 其实会形成一种色泽上的对比 那么这些那个铜构件呢 在那个就是放在明晒家具上 首先比如说它作为荷叶 作为拉手 有它本身的一种 使用性的功效存在 另外呢 本身它也是作为一个装饰性的构建 实用与装饰是相结合的 那么我们看这样的铜构件 这样活跃可方可圆 对吧 那么像这种拉手的位置呢 是正好是可以发挥 意见想象的地方 那么这些是一些格架 平顶的一个官皮箱 我们看像这种铜构件 就明显的带有装饰性的意味在这里 那么这些是脸盆件和灯架 然后我们来说漆器 那么总体来讲 明代漆器的品种呢 是非常的丰富的 明代人自己用了千文万华 这样一个词汇来描绘明代的漆器 那个时候 宫廷的漆器作坊呢 主要是永乐初年 才在北京北海的那个 金凹御动桥西果园场 这个地方设立的 所以呢 又用果园场来代称 这个明代的官府器器的作坊 那么这个果园场的作品呢 主要是以雕漆为主 雕漆里头呢 又以梯红的数量最多 那么梯红在不同的 明代不同的时期呢 它也有不同的风格 比如说比较早 像永轩时期 永轩时期的梯红呢 它风格上比较接近元代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永乐年间 在那个果园场 主持那个梯红制作的人呢 叫做张德纲 张德纲呢 他就是元代著名漆器工匠 张成的那个儿子 所以说他 在他的主持下呢 当时的那个漆器的风格 还是比较接近元代 张成羊帽那个时候的 梯红的风格 就是花纹呢 比较的远润 刀法呢 也是比较的 那个 就是花纹是比较的饱满 那么 刀法呢 比较的远润 那么到了嘉靖年间呢 刀法就显得比较的锋利了 那么风格就有了一定的变化 据说呢 这和 就是生产 当时生产那个漆器的工匠 来自于云南地区的 这种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到了万历年间呢 踢红的图案就显得非常的繁琐 细碎 那么到这个技术性呢 就逐渐的下降 那么我们看一些 这个时候的踢红的作品 早期呢 是接近于元代 所以花纹呢 是比较的那种饱满 刀法呢 是比较的远润一些 那么这是一个小的插屏 制作非常的那种工戏 还有一些就是 踢黑和踢彩的作品 那么踢彩呢 最晚是不晚于宣德 到了佳境以后 踢彩的作品就比较的多了 踢彩呢 从制作工艺上来讲 就是它在修漆的时候 就是像这样 就是它上面可能一半修的是红漆 然后下面部分呢 修了一部分的黑漆 然后到了一定的厚度以后呢 在统一的修上红漆 那么在重新踢刻的时候 剔透了上面的一层 就会露出底下黑色的漆地来 就形成了一种颜色 不一样的彩色的效果 这就是所谓的踢彩 另外呢 还有一类叫做雕填 雕填的数量 从数量上来讲呢 它是仅仅少于雕漆的一类 那么它的做法呢 是先用彩漆 描或者是填那个主纹 然后再刻阴线与轮廓和细部 最后呢 在一个线里头 再填上筋 那么这个是雕填 然后我们看一下 明代雕填的一些作品 另外一类就是螺垫 螺垫呢 在明代依然流行 然后分为厚螺垫和薄螺垫 厚螺垫呢 主要是用在家具上 一般来讲风格上说呢 它是比较的粗犷一些 另外薄螺垫呢 它主要是用在器皿一类的作品上 有些那个薄螺垫呢 可以做得非常的那个仙巧 那么做薄螺垫最有名的一个人呢 就叫做江千里 江千里呢 他是明末清初的扬州人 说他的花纹呢 是公细如发 就是像头发丝那么细 那么这个江千里的作品 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这个 这个黑漆盒 看所谓的那个花纹公细如发 就是那个公斤如发 就是这样的 我们看这个云纹 就是这样特别细的花纹呢 全部是用螺垫来做出来的 而且这个那个黑漆箱呢 它写的是那个江千里式 这样的一个款 那么式呢 我们说它是带有示范的 这样的一个含义 也就是说这是江千里 也就是他自己做了以后 来通过这根器柄 向他的徒弟们传授记忆的 这样一件示范性的作品 那么这个是江千里做的 薄螺垫器物 那么我们看其他的一些 那个螺垫的器物 那么我们从花纹题材上来看呢 依然是池塘小景 就是满池胶这一类的花纹图案 另外七星里头新出现的一类呢 叫做百宝茜 百宝茜它的做法呢 就是将金银 珠玉 包括像珊瑚 象牙 水晶 玛瑙等等 这样一些宝贵的材质呢 在漆木的家具或者器皿上来做镶嵌 所以呢把它称作百宝茜 那么从面貌上来讲呢 这个百宝茜呢 往往是比较自然和谐的 比较典雅优美的 这是它的一个整体的风貌特征 那么它最著名的工匠 也就是明代后期在扬州的州柱 这个是比较著名的制作百宝茜的工匠 所以呢百宝茜又被称作州制 那么这个是苗金 苗金的做法呢 就是用泥金在漆地上来绘画图案 因为我们知道漆呢 大多是那种黑色的地 那么在上黑地上描上金色的花纹呢 这种视觉效果是非常冲击的 那么当时做苗金最好的一个工匠 叫什么叫杨勋 说这个人呢 他跟谁学的呢 说早在宣德年间啊 曾经有一批中国人到日本去学习 那个泥金漆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人的做漆器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么在宣德年间呢 就曾经有中国人到日本 去跟日本的工匠学那个做泥金漆 回来了以后呢 就是杨勋就像这批 就是从日本回来的工匠 在跟他们学习 在学习的基础上呢 自己又有所创新 那么这个 他们他的创新呢 就是将泥金和那个五彩来 一起使用 那么这种做法呢 就是等后来日本人 在看到杨勋的作品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的感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 苗金的典型的代表作 就是万利的时候的 这样一个黑漆的药匣 我们看这个药柜 那么我们看这个黑漆的药柜 当它关着的时候呢 没有打开门的时候 似乎是非常的平淡无奇的 但是当这个药柜 打开了门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 事举的冲击力非常大 那么在整个那个药柜里头呢 它能够装140种药 那么底下的三个格子呢 主要是用来放等子呀 这样一些这种 就是撑药的一些器具 那么上面这些小盒子呢 是用来纯药的 尤其是中间这个 它是可以转动的 那么这是一个 就是设计非常巧妙 制作非常精良的 这样一个苗金的 那个黑漆的药柜 然后我们看一些 其他的苗金的作品 那么所谓的 这个就是 施了保罗殿 做的那个楼阁人物 这样的一种文士 那么这个时代呢 出现了一部 讲七期的 非常有名的 那个书 那么这本书呢 叫做修士路 修士路呢 是目前 现存的 唯一的 关于中国古代 修期工艺的一本专著 那么它的作者呢 是明代后期 新安地区的 黄成 这个人 这是他写的 那么到了 晚明的时候 嘉欣西唐的 杨明呢 给他做过一个 注释 那么一直到了 现在近代呢 文物大家 王世湘先生呢 专门为他 做了一个解说 使我们才能够 重新的来理解 修士路 这样一部 古代的修期 这样一本 工艺的专著里头的 一些专业的名词 那么这是他的 一个版本的状况 那么在这本书里头呢 他比较系统地 记录了 七七从 他制作的原料 工具 设备 方法 还要 还涉及到了 一些七七制作的原则 和七七的历史 那么我们说呢 这是我们目前 能够见到的 现存 关于中国古代 修期工艺的 一本重要的制作 重要的著作 那么相信咱们 就是七亿专业的同学 对这本书呢 是肯定不会陌生的 在你们老师的专业课上 肯定也会反复 跟你们提到 这本书 提到这几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 还有一类作品 叫做 掐丝法郎 说掐丝法郎 可能大家 对他的名字 比较陌生 那么他有一个 更熟 大家更熟悉的名称呢 就叫做 锦泰兰 那么关于锦泰兰 的制作 关于这种法郎 掐丝法郎的制作工艺呢 我不知道大家 以前那个语文课本里头 有没有选过 叶圣陶的 一篇说明文 就是如何制作 那个锦泰兰 就是专门的 这种胎的外形 然后呢 用掐丝 用金属 金属丝呢 来做出这种花纹的 文样的外框 然后把这种 做好的掐丝呢 焊接在铜胎上 焊接完了以后呢 在这种掐丝的 这种图案的 文样的框里面呢 来点缆 点缆就是点的 这种各种 那种法郎料 点完了以后呢 再用那个 火来烧烤 烧制它 那么这种工艺呢 叫做烧兰 烧完了以后呢 再经过抛光的 或者是镀金的 这样的一种工艺处理 才最后的完成 那么那个 掐丝法郎呢 在明代主要是在 宫廷的御用件来制作 那么 其实这个工艺呢 从它的源头上来讲 它应该是 在元代的时候 从阿拉伯等 西方地区来传入的 但它的大批的生产呢 一直到明代才开始 由于那个 在那个宣德景泰 这个年间 做得比较好嘛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而且这个 它以蓝色为主 所以又将它 称作景泰蓝 由于我们说 从工艺上来讲呢 它具有一定的 这种西方背景 所以在艺术风格上呢 它也偶尔会显示出 一种 同伊斯兰艺术的 这种风貌的关系 那么我们看一些 典型的 那个明代的 加斯法郎的作品 另外一类就是 宣德卢 宣德卢这个名字 我们也经常听到 宣德卢它从 那个 它指的就是在 宣德链间 由官府来铸造的 一批比较 颜色比较优美 气形比较 典雅的 这样的一类器物 那么它所使用的材料呢 是从 鲜罗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泰国地区 进口的风墨铜 那么从另外呢 还加上了 鑫和锡这样的一些材料 那么它设计的蓝本呢 主要是 像 宣和博古图 这样的一些金石图路 另外呢 还有就是 古代的 明瑶乐瓷器 这是它模仿的一个 版本 范本 那么它所 铸造的气形呢 主要是 像顶 银 炉 栗 这样的一些气形 当时呢 一共是据说 铸造了将近 一万九千多件 主要用来 宫廷的祭祀 陈舍 偶尔也有一些是日用 那么这个宣德链 为什么它的颜色 这么好呢 主要是它 那个 野炼特别的惊喜 据说当时呢 宣德皇帝呢 就问那个 工匠 说那个铜料 要炼几次才比较好了 那个 工匠就跟他说 铜料了 经过六次的野炼 就能特别的 那个纯粹干净了 那么宣德皇帝说 那好吧 那咱们炼十二回 所以呢 那个宣德炉的炉料 是野炼特别精细的 那么所以它 最多的能够炼到十二次 那么经过这样的野炼以后 一斤铜量 最后只能取得四两铜 那么这是它的 就可以看到 它的折号是非常大的 那么除了最精细的 十二次野炼以外呢 还有十次 八次 六次 五次的 这样的野炼的 那个次数的 另外呢 在宣德炉的那种材料里头 由于它加了那个 色料 使得那个宣德炉的成色 非常的丰富 有一种那种 宝色珠光的效果 由于宣德炉本身 这个太有名了 以至于它在明代 就已经大量的仿制 那么到了清代 到了近世 宣德炉仿制的更多 所以它也造成了 今天我们对于 宣德炉这种真假难辨的 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么在造型上呢 宣德炉它在 口而富足的地方 是款式非常多样的 那么总体来讲 造型呢 以追求古雅 为这样的一个目标 装饰上呢 偶尔会采取像 嵌挫这样的一种 或者是细极流金 这样的一个工艺 比如说像这个 就是产用了嵌挫工艺 就是 仿的那个气形呢 也是仿了上古的青铜器 那么这就是有名的宣德炉 然后我们看一下玉器 当时玉器的生产中心呢 官府的制作 主要集中在北京 那么民间的 那个玉器的制作 以苏州地区为代表 那个时候玉器的种类呢 首先是 有袋式 有首饰 然后配饰 另外呢 还有一些礼仪用具 一些陈设器 一些文房用具等等 造型种类呢 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从整体的面貌来讲呢 它同宋代的差异 并不是很大 这个时候流行的 一个新的风格呢 就是在代式里头 大量的运用了镂空 这样的一种手法 另外从定灵的收获来看呢 当时的玉器 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风格 就是大量的欠珠宝 那么明代的玉器 制作最有名的工匠 就是苏州地区的陆子刚 那么这个人的作品呢 同样也是一样的 他的作品 就是享有盛名呢 也带来了后世的这种仿制 所以陆子刚款的东西 就是赝品也比较的多 那么这就是明代代式里头的 常用的一种手法 就是镂空 使得文样非常的繁荣细碎 制作的工艺的要求呢 也比较的高 那么我们看像这样的文样呢 从布局上风格上来讲 同两宋时期呢 还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这就是陆子刚款的玉器 其他的一些作品 然后我们说到了定灵里头的玉器 很多的就是那种欠珠宝石 当时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做法 那么我们看这个是一个金托的玉绝 在这个金托上呢 一共镶嵌了26块红宝石和蓝宝石 那么整个的风就是气象是比较华贵的 但是也容易就是宣宾夺主 抢了那种玉料本身的 这种温润的那种质感的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欠珠玉呢 这样欠珠宝镶嵌的这种做法呢 在明代是非常流行的 不光是玉器上会有 金银器上会有 尤其大量的那种妇女的手势上 也在欠这种各样的珠宝 那么这些是定灵出土的一批器物 那么我们看那个定灵出土的皇后的凤冠 就可以看到这种嵌宝石呢 这种做法呢 在明代是多么的流行 定灵出土的香薰和代沟 然后就是竹客 竹客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虽然比较长 但是到了那个嘉靖以后呢 才名家变出作品也比较多 那么最有名的就是嘉定的三珠 就是嘉定地区姓朱的祖孙三代 就是朱贺 朱志正 还有他的儿子朱英 这是他们祖孙三代 然后他们的号也非常有意思 爷爷叫松林 儿子叫小松 孙子叫三松 这个是嘉定三珠 他们是做竹客比较有名的 那么嘉定地区的作者就是比较多 那么到后来呢 也形成了流派 成为竹客最主要的产地 嘉定三珠他们的作品 由于他们这个珠氏祖孙三代嘛 本身的那个文化修养相对也比较高 所以他们的作品呢 以高幅雕和那个漏雕为主 在构图和行刀上呢 就融入了绘画的技法 也显示出了浓郁的书卷气 那么这些器物呢 另外还有像那个蒲成和张忠略 这个他们也是 那个时代做竹客比较有名的工匠 那么竹客在那个时代 得到那个柿子的追捧呢 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竹子这种材料 它比较的容易得到 那么就符合那种君子所提倡的 那种杰明爱物的那种理想 另外呢竹子自古以来 中国人就对竹赋予了非常高的 那种道德象征意义的评价 这也使得柿子们呢 非常喜欢竹子这样一种材料 另外以竹客来做的器物呢 通常也就是柿子们 他们就是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文房用品 笔筒啊笔喜啊 然后笔歌啊 这样一些文房用品 那么在他们的这种提倡 宣传之下呢 竹客的整体的风格呢 也是以那个优美典雅为主的 那么甚至有一些竹客家本身呢 也兼有世子的身份 然后我们来对明代的工艺美术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的风貌及其眼镜 那么在这个时代呢 绘画性构图在